和家人朋友一同騎著協力車 欣賞宜蘭梅花湖的美景 不過卻有民眾在騎車的時候 以四部熟悉操作 撞上路邊的山壁 造成輪胎變形 只好緊急呼叫業者來救援 因為他有時候看風景 或不小心就轉張機 所以沒有注意到 對… 我去把他救車救回來 人有怎麼樣嗎 沒有… 出事的協力車事後修好 和其他車一起停好 明明可以乘坐四個人 也有煞車等設備 但怎麼會失控 恐怕都是這個原因 速度控制這樣 因為就是有時候還是會有很多 發現很多年輕人 就是速度控制不好 然後就特別快這樣 也有可能 追求刺激嗎 來到這邊很多的年輕少年 要玩點刺激性的 所以他們會稍微擺車 但你不小心甩的話 就碰到旁邊的布蘭 整個輪框就會彎掉 除了速度 還有某些路段要更小心 最主要的危險區段 就是在梅花湖的過了吊橋 過了吊橋之後 有一個下坡彎道 那個地方是最危險的地方 希望遊客來到這邊的話 盡量在那個地方 不要去飆車 盡量減速 慢行 以安全為最重要 四年前梅花湖時常發生 電動車撞人的意外 公所總量管制 避免使用交通工具的人 喊步行遊客徵道 只有發放200多張環湖通行證 給當地八家業者 上路前也都教遊客怎麼使用 但看看出發前會經過的感應室柵欄 還是有不熟悉操作的人 重撞毀了設備 相關維修費 業者新躺寫公所也煩惱 TVBS新聞 簡搭陳陳佳彤 宜蘭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